2023年第一个视频 有几个重要的视频要告诉我的朋友们 首先来说火焰家产片 火焰家产是一个家产号 它要撇色的 肯定是和串位美食有关的 比如说我住的家产菜系列 和我在外面和美食有关的家产菜系列 那么如何撇呢 新的一年我准备在这个车子上面 把锅碗 瓢盆 调料 卤具全部喝到后头 走到那儿 吃到那儿 弄到那儿 比如说在赶场看到这只鸡巴士 那就在那儿来现场操作弄这只鸡 比如说看那儿来钓鱼 我们就看下 它钓起来什么鱼 我们就弄什么鱼 这个是一个很随性的一个住法 也是我很期待的一种玩法 第二个这种就是穿草回家火焰住的鱼 大家都知道我买这个车子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个中规性准备的 当时还安装了这个航空作业 八月份准备去新疆 去甘肃切路 结果啥子原因大家都知道了 去年纸一趟准备出去 今年纸三月份我们就出发 我预计的是先切江苏 然后陆续在一年的时间之内 切五到六个省 今年纸的计划 穿菜中规性这几个省的朋友还没有切的 等着我要给你们弄好吃的 弄巴士的火焰中规性是个纪录片 现在我们已经切了12个省了 中规包括港澳台在内 我们有34个省级行政区 还有22个还没有切 等我把22个切完了 我就把纪录片搅出来了 你没有走完你纪录片搅个脚力出来嘛 朋友们不要着急 但是我们出现的时候 这一次它的偏设就和持有关了 以前我们出的偏设就搞忘了一个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吃了些什么 这次我们叫做加强 我们叫外省 到底吃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到底吃了些什么巴士的东西 我都要给大家回应吧 第三个是关于实体店的 大家都晓得 我们小链湾市场已经在温江开业了 那么紧接着在今年只的1月份和2月份 还有两个分店要开业 一个位于午后区的鸡头 还有一个就是在双流的棚镇 棚镇这个相对来说要大一系 我们预计在2月中开业 棚镇这个还有一个名字叫油棚镇 因为它不光是有小链湾在里头的存在 还有其他的存在 给大家投入点 我的私房菜也在里头 余杰明年就在下半年准备开业 很多人想吃我炒的菜的嘛 没法就整一个嘛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 你们想要啥子我就弄个啥子 给大家看一下 商议哈 很多朋友都晓得 我小链湾的目标是在成都的所有地点都开个店 但是这个是一个长期目标 今年我的计划是在成都市的主城区 先一个区开它一个店 一切理想要想实现 嘴巴说什么的用的 一定要用手撸起袖子加油盖 2023年我们一起来盖 盖啥子盖得更好 让我们的家人 让我们的朋友 一起来健壮我们的发展 大事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